吃飯 這是第一次來到 我們內跟責任這麼大的一個舞台 我覺得太開心了 然後感覺應該蠻多人都是 第一次見面 就是應該還不知道 李太白要去曬黑這樣子 是嗎 有人知道李太白要去曬黑樂團嗎 很高興認識你們 謝謝你們 高興認識 我要介紹一下我們 為什麼我們要叫做妳太白而去曬黑呢? 好 最近交給我 雖然說我們是從恆春來的樂團 但是我們三個裡面只有我是在地的恆春人 那兩位都是因為工作 然後喜歡恆春的關係來一起就是住在恆春 那因為很多大家都知道恆春就是陽光很大很熱 所以恆春人的膚色都會比較比別人再黑一點再黑一節 那因為我是恆春人嘛 然後我在外地念書回到家之後 就是很少在曬太陽 然後我爸爸就看到我覺得我變太白了 然後我就都在滑手機都在房間裡面 然後我爸就說 欸妳太白了去曬黑 很有趣就是一般的家庭 會有爸爸媽媽會叫妳要特別跑去曬黑的 那我爸就覺得我不夠黑就不像恆春人 所以就叫我恆春人去曬黑 然後我就覺得這句話非常有恆春給人的感覺 就是很溫暖啊 有陽光 那就把它當作是我們的團名 謝謝你們的朋友 謝謝你們的小故事 然後我們現在下來的這首歌是跟我們阿媽共創的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就想說 欸要 因為在地人非常多阿媽會唱民謠這件事 然後人都會拿著一把月前 然後彈所相機啊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老調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就跟阿媽說 欸阿媽妳想要玩什麼歌這樣 她說我沒來吃素養的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彈個四季同志的歌 然後大家知道四季同志唱嗎 還知道嗎 從地回落前膀 想安心到最頂彈 對 那個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就用一個年輕的角度跟 跟 騎老的角度 就一起來玩一個對唱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創造了這首歌叫做 因為你四季都紅了 好喝 藍藍的天 天空飄過你的笑臉 只是片天 隨意只放在心裡面 透過指尖 全人激動的每瞬間 忽然發現 我和你的 情侶最好不見 全地回頭清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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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